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子更容易摘 还有摘叶子和尽量这样轻轻的左右移动一下晃动的摘 这样子呢可以不伤到叶子的生长点 摘下来的叶子不能马上扦插 应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两天啊 这个呢是我提前晾好的几片叶子啊 扦插的时候呢 我喜欢用种小防盆里面装点窒息啊 省去了配土的麻烦 反正之后也是要移摘的 将装满叶这个智识的表面啊 我们先喷湿 不用完全湿透啊 喷点就可以了 然后将这个叶片啊 靠在这个斜角刚好呢 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啊 就能让生长点和智识更好的接触 好了之后 坐等它发芽就可以了 将它放在散射光处啊 平时偶尔喷水增加压湿度啊 但是如果发现这个叶片上有水质残留啊 要及时给它擦干 否则容易化水 冬季呢 温度比较低啊 所以呢 发芽也会慢一点啊 我们要去洗几个水吧 然后再洗几个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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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洗几个水 还需要耐心等待 只要叶片没有化水或者干枯嘛 都还是有可能的 今天的关于多漏叶叉的方法介绍了 到今天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 每日更新 拜拜